關志斌一連兩場 紅館演唱會圓滿舉行 獲章竟軒獻敏成為整晚高潮 古天樂孫圈時隔17年再合作 古仔投入拍攝打鬥氣氛 令孫圈不慎受傷 郭富城於台北小巨蛋開場 脫衣大秀肌肉 少妍怕愛女看了會學壞 HELLO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PLUS 我是CK 朱俊傑 關志斌剛完成的個人演唱會 當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 不過最有看頭的當然是 他一身飢飽的肌肉 事後他忍不住不斷鋪上照片 和說要吃心外的雪糕 如果他一路爆肌一路吃雪糕 Kenny出一本寫真都應該有得想 關志斌一連兩場洪館演唱會 圓滿舉行 不少圈中人都有來捧場 Kenny也施展混身解掃 為觀眾帶來精彩表演 兩晚都有同公司的兄弟姊妹坐鎮 對Kenny來說就像打了一支強心針一樣 先有古具機為他量身訂造性感組合三 以及一起唱跳BOYS的代表座 相當自禍心 我想問為甚麼 甚麼 為甚麼我這個… 造型 對,我這個只有半件 你那個就這麼… 甚麼 我也有開箱,開了 對,還有一些毛 你不要再擦了 再擦毛會硬的 至於TWINS在台上 媽媽Kenny再歌再舞之餘 還大玩踢爆 Asa就分享了 被媽媽誤會跟Kenny拍拖的笑料 我媽媽看了你這場表演 看完之後,你知道她今天跟我說甚麼嗎 其實我一直以為 你跟Kenny都會是一對 然後我… 你很可笑 聽你的語氣還很動作地說 不是,一些家長不知為何很喜歡 對,專前說甚麼 然後… 很擔心 對,她真的很擔心 然後她說 你知道吧,你們去旅行 我經常都跟一家說 我真的很想說 是因為我跟Kenny都很孤寒 到容祖兒上台了 當然紅不客氣地 大大力摸在Kenny的肌肉上 他們互串對方的場面 還看到觀眾開懷大笑 她很擔心 她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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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戰兼任調音師的張敬軒 就跟Joey剛剛相反 在台上表現非常含蓄 擁抱後 跟Kenny一臉尷尬地眉來眼去 起碼的觀眾還多次起哄大喊 嘴唄、嘴唄、嘴唄 首先很感謝大家今晚的熱情 這樣… 是… 今晚是你參考你的話事 到了演唱會尾聲 在肌仔Joey和Asia 以逐一獻吻的方式助攻下 粉絲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你拿著畫面吧 來… 快點吧 你疼她吧 不要扭扭,靈靈 你疼她吧 你們的皇帝主人家 你們… 你們… 消灑點,看起來 好 好 完秀校Kenny和經理人Manny 一起開香奔慶祝 他們更加嘴對嘴疼,真的很甜蜜 坦白說,我們大家一向都是兄弟姊妹 我們每個人一見面就… 我是假裝鬼仔鬼妹 不是在這裡疼痛 剛才我和Manny都在嘴對嘴 因為我很幸運在這間公司中 大家真的像家人 Manny在慶功宴上也有提到 這次Kenny的演唱會反應熱烈 再開幾場也沒問題 Kenny也很希望可以有拍照 希望有,因為這次只剩下六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如果再多點時間準備 我可以將它更精益求精 再將每一個不完美、有沙石的地方 將它變得更精彩 張崇基、張崇德主演的音樂劇 這天來到美場 崇德太太劉美娟 帶同一對子女到場支持 而他亦很想有份演出 我也說了,我整天妒忌她們倆 不知道為何就是找她們倆 而不找我 是嗎?對 下次有你份吧 我幾年前已經構思寫的一個劇本 是我們三人都有份的 還有自己的朋友也喜歡音樂有份 我覺得就是想有一個正能量的音樂劇 鄧穗文也專程來到捧場 《文女》透露 最近有計劃接拍內地劇 不過想演開心一點的角色 其實一直都在看劇本 可能有一個戲也有機會拍的 但之前幫我們拍的劇集 非常受歡迎 會否接下來有機會跟我們合作 但我不要演過這麼慘的角色 我要演過很開心 因為那個角色從投入 從看劇本到入戲 到拍完都很難出戲 因為那個角色太不開心了 我不要 陳欣媚日前帶著三個子女 去沙灘享受日光浴 而丈夫陳豪突然發現 不用工作 就可以一家人齊齊整整地吃個午餐 也可以說是給Amy一個小驚喜 吃午餐帶著陳豪 最好當然是享受一杯Expressio 相隔十七年後 古天樂和孫圈在電影中再次合作 在其中一場戲 虎仔要對孫圈通下獨手 令吳小森搓傷好拍檔的頸子 最初是打算切開來做的 今天導演也說不如你試試吧 我跟他說 一天我一出去就拿一個魚褲 一粒粒著頭的頸子 想撈死人 總之導演說 如果你不行就立刻叫咳嗽 他很好,整個過程都沒有叫咳嗽 所以我們全都做了 就是這樣 但其實也不是整身 不過始終也是 你一坐一坐,可能會有點痛 但問題是他也堅持做下去 這是挺驚喜的 幸好孫圈並無大愛 古仔也非常關心拍檔 更加很細心地為他調整毛巾的位置 令他躺下的時候更舒適 不過孫圈也坦然很害怕跟古仔拍打氣 因為你又要用靈線紙 我自己幫你家新的 大安紙一粒粒著頭 然後切片就要替身 怎料他們說不如自己做吧 我就很害怕 但自己做完就更漂亮 整件紙一個座椅 好,好,好,好 郭富城雙隔七年 再度登上台北小巨蛋舉行演唱會 更加將3D立體智能舞台原汁原味呈現 晴晴為歌迷帶來勁歌熱舞 令全場熱血沸騰 其後晴晴換上白色薄紗西裝登場 在粉絲要求下中大秀福基 粉絲立即興奮尖叫 雖然我覺得台灣男女已經對我來說 大家的思想最近比較開放 但是我比較模仿 什麼啦 脫衣服啊 還是 沒有,沒有,快點讓她穿一下 我怕我的女兒卡到旁邊 她會學 那時候她會上學 不要吧 女兒好像在附近 記住明天告訴我的朋友 工程的幾乎還是滿滿的 記住啊 不過不要抬個張揚你知道嗎 我不太喜歡張揚 記住告訴我的朋友明天 工程的幾乎還是滿滿的 內地知名製作人 于靜日前在網上公布 邀請到李嘉欣出山 參與綜藝節目 當中還有楊貴妃的造型 哇,令人驚艷 連觀眾都紛紛留言表示 很期待Michelle 在闊別銀幕十年之後 會有什麼突破 看節目開心 最重要是有李嘉欣 姜濤和Ian推出音樂電影 宣傳新歌 戲中兩個人和女主角 發生一段浪漫的三角戀 下一節就聽聽她們大潭拍攝難忘事 今集訪問的兩位嘉賓 每次出場 粉絲都會馬上瘋狂地尖叫 而事後就會喉嚨痛 聲沙沙,甚至頭暈 不過也不用看醫生 因為聽她們唱歌 所以她們立即遇到病除了 歡迎姜濤和Ian 平常見到你 通常都是MIRROR一對人出現 這次是你們倆跟我們聊聊天 因為你們將會推出 你們第二首的個人獨舞 不如姜濤先介紹一首新歌 其實這首歌主要是關於愛情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當初聽到這首歌的展示 其實我先作了國語版的歌詞 你自己先作了國語版的歌詞 遲些也會讓大家聽到國語版 看完我國語版的歌詞 然後陳詠謙寫了廣東話的歌詞 他想以更廣的視覺去說這首歌 但我想聽 覺得阿達人提斯 是一個傳說中的 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國度 所以愛情也一樣 現在這個社會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美好的愛情 所以希望藉著這首歌 可以帶給大家美好的愛情的感覺 所以所有歌詞都很夢幻 聽到他的歌曲 到最後有個小彩蛋 就是他會說一句,愛你 那首歌是臨時加的 其實是剛才錄完最後的幾集 我臨時覺得我想加這三十字 雖然我現在可能沒有對象 可以說這三十字 但我很希望聽到這首歌的人 尤其是支持我的支持者 其實這句話都是跟他們說的 很希望台下的觀眾 很甜蜜地聽著這首歌 因為我很希望自己表演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有我的朋友在下面笑著聽 好像Ian那首另一位落貝爾 他可能比較可憐 可能大家聽到會有很多感觸 是否Ian,阿姬頭踢了你 我那一位落貝爾 對 我這首歌是一首慘情歌 因為我本身寫的歌 很多都是慘情歌 這首歌我自己有份參與創作 其實本身寫的展示時 它也是一首慘歌 但接著我邀請了Cutson 他幫我調整歌曲 幫我改善 因為當時我自己寫完一首歌 我不知道是否好 也沒有信心,沒有經驗 沒試過自己個人作品推出 所以想起 如果找專業人士 很有經驗的來幫我一把就好 於是便想到找Cutson幫忙 這件事很沉重 是 因為當時的填詞人林寶 是說他看了那套 《切爾諾貝爾》這套劇 我當然是嗎 是 好,我自己也有關係 然後能夠興奮到 對,一提起諾貝爾 大家都可能想起諾貝爾獎 不會想起這個切爾諾貝爾 於是就帶出這個主題 就是大家經常聽到一件事 只想到好的方面 未必會想到壞的方面 又或者我個人理解 就是當有些事情 人同事也好,感情也好 當真的被摧毀或消失了 有些人才會想起以前有多美麗 她說是否真的好 你反而很喜歡這麼慘的歌 我很喜歡,當初我問番姐 拿彈簿時,我先拿她的歌曲 不是,我覺得… 我們倆都錄製了 正常應該會馬上聽自己唱的 最後一版本 但你現在聽了 先拿著歌曲 所以我說我以後一定要唱一次 最近跟她一起宣傳 她經常不斷摧毀我高帽 我心想這首歌一定… 她還要跟各位前輩、DJ說 這首歌一定紅 一定紅 一定可以,是代表錯 然後我聽到幾個歌 在她說這首歌一定很紅 其實你這樣說完後 萬一大家覺得不是的話 怎麼辦,會很尷尬 肥 花姐 肥而害怕一點 對 肥而害怕一點 剛才我這些肥仔弟最害怕是肥 永遠是在瘦和肥之間做的抗爭 我為了一個目標而瘦 瘦身後不斷肥 然後為了目標而瘦身 所以大家每次在螢幕看到我都說 肥瘦… 有些粉絲很壞,把圖子錄製下來 一個月前的畫面就知道 現在已經錄製完了 小燒爺 小燒爺 以靈袖 我不敢答 我怕別人會以為我經常被人照顧 但其實我的自理能力是很高的 不過我覺得小燒爺純粹是… 我的理解是純粹是 你真是像一個高貴的小燒爺 因為你彈琴 我記得你穿全身白色 或其他東西 看起來真的很… 很少爺 而不是要別人服侍那些小燒爺 我知道你們倆為了這次製作新歌 也拍攝了一部音樂電影 可否跟大家說一下故事如何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職業 是 為何要碰他 我們有關 大家好,我們是… 死神 他在拍攝時不斷捉住我 又在片場大喊 大家好,我們是死神 今天我非常尷尬 好吧,陪你來說 但如是者說了十多次後 我真的開始感覺到那種尷尬 不斷滲出來 我們有兩個死神 有兩個男的女主角 有一個女主角 真的嗎 對 我們還在開玩笑嗎 真的 通常有兩個男主角 一個女主角 多數都是那種三角戀 或者大家競爭的關係 但我接著,我收到一個消息 說你們各自除了死神以外 有個身分 一個是蛋糕師傅,一個是玩具師傅 這又是怎樣的內容 主要是因為他喜歡吃蛋糕 其實你們現場不可以不斷吃蛋糕 對 是不同的品種 他也是這樣想 所以他整天沒有吃 他只等著一起 我為了你的電影 真的瘦身瘦好 你也喜歡吃蛋糕 對,但我… 但我知道拍攝這兩個微電影時 鏡頭面前不可以太胖 所以真的有瘦身的事 就是等了兩天,知道自己做甜品師 可以不斷吃蛋糕 等一下… 不知道他在廚房沒有蛋糕 這麼搞笑嗎 不是,劇情原來跟女生一起做蛋糕 但幸好後來導演也有買幾件蛋糕 滿足他自己的個人心意 不是,劇情也需要 好的 其實那些蛋糕是給我吃完的 八件… 我想問你為何會減肥 原來已經回答了 就是因為為了音樂電影去減肥 最近很滿足 好的,我去了這段電影 我完成這段電影後 好像肥了五、六個字 一個星期而已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以後要拍一部電影 電影或劇 要做一部很肥的肥仔 二百多磅 只要給我半句 我可以真人出現 不用CG 不用 裡面對愛情的追求 是否你現實中有一個人 你便會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相似的 也相似的,是怎樣的 跟裡面的角色 我真的私底下挺喜歡開玩笑 很喜歡哄別人來笑 很多話說 你捉住另一個女生 說,我們是死神 不停逼人家 不可能如果有女朋友 我會跟她打 打好,我們是情侶 好,好,好 賣好家 真是純粹 對,Ian,你自己的角色 如果有一個愛情時 你也是這樣對,還是一半 我的角色比較合理 很沉默寡言 但例如女朋友跟我說話 我不會很大回應 我可能會發呆 她會覺得你為何要跟你說話 你不理我 但其實我是聽她說話 然後就要記住 例如她跟我一邊說 我下次就會做出來 但我現在不會給你太多回應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似的 但如果真的拍拖 我不會很少說話 我也是會很哄哄哄哄的 吃東西 對,你終於適合一題 這個真的不用考慮 但這個全香港都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唯一… 最喜歡吃的 勝於我唱歌跳舞的熱情 我可能喜歡吃的東西 是嗎?真的嗎 最喜歡吃一些肥胖的東西 高卡路里、漢堡包 任何你想到的垃圾食品 其實都是我的最愛 對,漢堡包、炸雞 沒錯 而且一定有順序 先吃鹹食,再吃甜食 嘟嘴…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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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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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我很久沒做過 我知道,我就說了,對吧 不是… 不是,你那天拍到我看著食物 我不其然,原來嘟了一刻 我不小心 對,你嘟了一件事 我看著想吃,但要減肥 不能吃的那種很可惜的表情 平日都會見你一群人 這次為了宣傳新歌 你倆相處時間 你倆… 剛才已經手牽手了 是否特別多 所以詠儀了大躍進 沒錯 別瞞著大家,其實我們已經… 其實我們又是死神 其實我… 其實我們又是死神 對,不是… 在《全民造星》或比賽時 我認為很少跟這個人說話 他比較少說話,我也比較少說話 大家都好像沒太了解對方 所以真的藉著大家唱歌這段時間 尤其是拍攝微電影的那兩天 真的拍到天分地暗 覺得整個世界就是… 看他更多,我看家人 所以就拍了他做哥哥 是嗎 是嗎 是 我的弟弟也想買Cayla 我也是叫他 我也是叫他哥哥 但其實我們跟MIRROR其他成員 仍然有保持聯絡 譬如Anson Kong 他也會經常發音樂錄下自己唱歌的影片 問我唱得怎樣 又或者他因為現在正在學結他 然後他也會問我 所以其實就算不是經常見面 還是保持很好的感情 但我跟姜濤最近 真的每天見面比我家人更多 所以突飛慢著 Anson Kong的地位應該很快受到威脅 真的… 受到威脅 為何你們有些甜蜜的東西嗎 例如見對方累了 你會幫他捏一下,捏兩下 我會想捏著睡覺 他會捏著我 而且現在就算我們去電台做訪問宣傳 他也會捏著我 要不就繞著我的手 要不就牽著我 看看是怎樣的,你試試看 我剛才… 要示範 我剛才坐著他就繞著我 我剛才真的牽著我 或者真的牽著我 或是這個麥克風 總之我說話時有點… 好的 其實如果你們自己… 譬如說給你選擇 你想自己一個獨舞 還是兩個合唱都會比較好 合唱嗎 會否比較好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合唱 我怕我沒有這個唱功 不,因為我覺得… 其實MIRROR也有說 你和阿張有合作 兩個唱功,我們MIRROR 暫時來說算是最好的兩個 好的 我想我們先多學習 我相信你們的友誼 透過宣傳日特飛晚進 在接下來的作品 都會看到你們友誼無限 好嗎 繼續支持你們 希望更多聽到你們的作品 好嗎 謝謝 謝謝